你说他们会不会 搞不定小铃铛啊 听优言说 小顾为了今天的课程 做了不少准备工作 我还是很信任她的 而且小铃铛也需要时间 慢慢去迈出这一步 再说 就算有什么问题 优言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一会儿面试结束啊 我就马上送你回来 好了 你就别担心了 安心准备面试吧 小白 你打算怎么教她 其实每个孩子 都是天生的小画家 画画 是他们的创造和表达 至于画什么怎么画 她这个年纪 不应该有任何限制 我觉得 先让她自己发挥 自己的天赋 怎么样 小铃铛 我们换一张新的画质 好不好 小白 小铃铛 小铃铛 你画的是什么呀 可不可以给姐姐看一下 看一下 哇 画得这么棒啊 我们再画一张 好不好 明子彦 苏丹怎么来了 完了完了完了 我回来了 明子彦在家吗 我回来了 明子彦 来了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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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来了 我刚才睡觉啊 你这怎么突然来了呢就 今天提前下班正好路过 来看看你呗 苏大人 请您随便视察 不准有嘴话舍 你来你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好准备一下呀 准备什么 你要在屋里藏个人吗 我都有你了 我还藏什么呀 在这说了 我还怕我藏的人被你骂死呢 我就骂你 我对别人可温柔了 你下次来一定要跟我说 家里连水都没有 我赶紧你烧点去 不用 林姐 你在家就吃泡面啊 不怎么吃 偶尔吃 吃着 这是我一年两 三年两啊 林姐姐 你骗我 苏珍 你别这样呗 我给大老爷们吃泡面怎么了 我跟小白上大学那会儿 吃泡面都绕地球一圈了都 是因为把钱都给我交房租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又是 不是这样吗 我希望你能开心 你开心我就开心了 我处得差点没关系 咱们以后好期了 以后 以后我们时间还很长 幸亏有你在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哎 我算是了解成员姐的难处了 她确实很难跟人交流 可是我又不能天天陪在这儿 如果再出现问题的话 怎么办啊 通过小铃铛 我对自闭症儿童 多了一点点了解 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只是缺少了沟通的桥梁 你看她的这些画 她的色彩运用十分大胆 而且完全根据自己的心情 你看最开始这幅 紫色的太阳 黑色的花朵 画面充满了愤怒 这说明她那时候的心情 并不是很开心 但是后来 我们并没有干涉她 让她自己一个人带着画画 她的心情逐渐放松了下来 用色也变得明亮 开心起来了 还真的是这样 虽然她不能像普通的孩子一样 用语言沟通 但是她把情绪和性格 都放在了画里 这样我们也可以读懂她 小白还是你有心 我觉得成员姐 把小铃铛送到这儿来 一定是最正确的选择 那 有没有想力 有啊 过来 别 吃胖了 走吧 你想跑哪儿去 来 我想去吃饭 好像很久没有这么抱过你了 那 请问顾老师 我们要抱到什么时候啊 我真的很饿 我有办法 走 走 吃饭去 超晚的 就快做吃饭去 走 吃饭去 让我切齐 快吃饭去 走 你送到了吗 这倒下来 蘇珊 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呀 林子彥的房子怎麼樣啊 不怎麼樣 我這麼晚回來 是因為給她做了頓飯 林子彥那個笨蛋 沒錢吃飯也不說 天天吃泡麵 那是人過的日子嗎 我們大名鼎鼎的蘇珊部長 居然還會給別人做飯 這談的戀愛就是不一樣 越來越賢慧了 我都不敢認你了 還說我呢 自己還不是一樣 你也是剛從工業班那回來吧 不過你們現在到底是什麼情況了 我們前路漫漫啊 我爸還是不同意 不是我說你 我覺得你爸那一關吧 只要你們同心協力肯定能過的 就看你們願不願意了 我們當然願意了 但是 怎麼了 就我上次跟你說的那個客戶 他發短信說要請我吃個飯 請你吃飯 什麼意思啊 他是想追你嗎 以我的知覺吧 我覺得好像是有什麼方便意思 那怎麼辦啊 其實做我們這一行吧 難免會遇到這種情況 以前我們實習的時候 做那些客情訓練 也有訓練到過 這個時候吧 就需要我的雙雙同事在線了 得想一個完美的方案 既能夠拿下這一單 又得把客戶的這個想法 扼殺在搖籃當中 加油 你說 蘇大美女 你說 咱們好不容易吃頓飯 要不咱們換個地方 讓我好好表現表現 李總 說好了這頓我請嗎 請美女吃飯 讓美女買單 這不像花呀 李總 我這個人呢 性格比較直 我說了這頓我請 那我肯定得請 您就別跟我客氣了 行 不客氣 來 來 我敬李總 你這小丫頭 果然好少 我跟你說實話啊 我打第一眼見到你 就很喜歡你 你跟我見過的那些 剛進入社會的女孩 不一樣 李總 您看您有取笑我的吧 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呢 很多同學都是我的性格 像男孩子 所以還教了不少的鐵哥們呢 沒想到現在出了社會遇到您 您也這麼覺得 嗯嗯嗯 我可沒想當你哥們啊 我第一次見到您呢 就覺得您面善 您是前輩 給了我很多指導 也讓我開拓了眼界 我學到了不少行業上的知識 我是真的很感激您的 就算您沒有把我當哥們 我呢 我呢 是真心地把您當作可以信奈的兄長 你這小嘴 靈牙俐齒啊 我覺得我跟您很投緣 不然我就叫您一聲歌吧 我 你叫 嗯 那您這是不願意了 我不是不願意 唉 行吧 有你這麼一個妹子 我不吃虧 來 小丫頭 人才啊 過獎了李哥 以後還請您多多關照呢 對了 你的同學裡面有沒有學設計呢 我們公司呢 正在招這方面的人才 招了幾個我都不滿意 你呢如果有合適的推薦給我啊 說到學設計 我這還真有一個合適的人選 你是不是緊張啊 我有什麼緊張的 我不緊張 待會兒別緊張 你只要正常發揮 一定可以被錄取的 放心吧 我都不敢 你比我緊張 行了我走了 唉等會兒 好了快去吧 我等你好消息 快去了 兩位是林希葉先生 是我 跟我走吧 兩位是林希葉先生 你不是那個蘇珊的那個同事嗎 我我離職了 請坐請坐請坐 李總你好我我叫林紫燕 我興趣要好廣泛 我成 上面都有 林紫燕 我實話實說啊 我們公司呢 對這個設計人才的要求 還是很高的 你呢 沒有什麼工作經驗 以你的條件 想過出事都是很難的 唉 不過沒問題 蘇珊啊 跟我介紹過你 我看在蘇珊的面子上 我就讓你過了 蘇珊這個小姑娘 不錯 長得漂亮 人也活潑 業務能力那更是沒得出外 我跟她真是移動 別見 對不起 我不接受這兒工作 臉書怎麼樣 蘇珊我 你怎麼了 對不起 我拒絕這份工作了 為什麼 我問過的他們招人啊 而且那份工作很適合你 我不想靠關係 更不想靠這種關係 林紫燕你什麼意思啊 我還想問你什麼意思 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 招人的事與客戶 這有什麼關係嗎 怎麼沒關係啊 我去工作他怎麼看我 什麼怎麼看你啊 他只是接上你去 在這工作還是 憑你自己的本事啊 蘇珊 你什麼都不懂 我不懂 我就是太懂你了 都快活不下去了 還死要面子 對 我死要面子 我活不下去了 我也不治女人軟飯 你有病吧 你走啊 走到這兒別回來了 小白 你說如果我接了那時候工作的話 我還算男人呢 這個 其實蘇珊也是為你好 來 湯來了 來 燙了啦 沒事 沒關係 我再多吃一點 來來來 你也多吃點 找工作辛苦了 小白 來 油鹽為什麼可以這麼溫柔 這麼賢慧呢 那個蘇珊啊 我想起來 就一把心酸淚 我們倆在一起 三天兩頭吵架 他如果有你一半的可愛 我就滿足了 你少來啊 其實呢 怎麼了 有點酸 那 那 那你吃這個吧 下次我記得少放入醋 嗯 我覺得吧 一個女人如果不溫柔的話 只有一個原因 沒有安全感 沒有安全感 我對她挺好的呀 珊珊呢 是一個追求穩定的人 她是看你工作沒有招落 替你著急 因為珊珊是一個標準的刀子 嘴豆腐心 她那個脾氣是稍微的暴躁了一點 但她絕對是為了你好 稍微 我跟你說挺對啊 子爺 這個路呢 要一步一步走 可是啊 我看你的兒童班 把你風盛水起的 我也準備換一種思路 做點小巷吧 那你有什麼想法嗎 目前還沒有 要給你一些什麼援助嗎 這小白啊 借錢容易 借助難 兄弟我現在 沒有什麼需要幫助的 有需要的話 第一時間找你 為了與時俱進 我們畫廊 推出了更多樣化的合作方式 較之前的畫 會更加靈活 對於各位老師來說 自由度也會更高 我們將線下交易 轉變為線上交易 將食物交易 轉變為版權交易 把線下的拍賣呢 轉變為了線上的拍賣 我們將傳統畫廊 演變成連鎖畫廊 與時俱進 為了我們的合作 為了我們今天的交流會 能夠順利地進行 乾杯 老師 給您聽點酒吧 貝子劍 你不是說來歷練學畫的嗎 這是在做什麼 姐 我這就是在歷練啊 我看你是被灌了迷魂湯了吧 不好意思 我過去一下 這幾天沒管你 就想著你胡鬧一陣 體驗一下就收手 你倒好 上癮吧 魏總 你誤會子劍了 子劍從今畫廊工作以來 畫技有了很大的長進 是嗎 我看是端茶送水長進了不少吧 不是你想的這樣的 子劍是個畫家 我心情苦苦培養她那麼多年 在家什麼都捨不得讓她幹 你倒好 讓她這一雙藝術家的手 去幹那樣的粗活 姐 這事跟環安姐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閉嘴 魏總 子劍的確還有天賦 但是她最大的缺點 是脫離了生活 如果她想要進步的話 就必須多接觸生活 了解生活 一味地將她與生活隔離 反而會害了她 你有什麼資格跟我說這樣的話 周環安 我倒是小瞧你了 沒想到你的手段夠高明呢 居然把我魏家的弟弟玩弄於鼓掌之上 夠了 姐 來畫廊是我自己的決定 跟環安姐一點關係都沒有 有什麼事不能回家去聊 非得在這兒登陸撕破臉 你才開心什麼 姐 我們不是已經說好了嗎 我去外面立立 你不用再管我 你以為我想管你啊 我在公司已經夠忙的 累死了 你還要我來操心 你不用為我操心 我自己可以過得很好 你一個好好的企二的青年畫家 就那麼去給別人端茶送水 你這叫過得好啊 那些都是畫家子前輩 我給他們端茶倒水 那也是為了表述我對他們的尊敬 尊敬 你尊敬別人 別人尊敬你嗎 你們花那麼的心血來培養你 是因為希望你有一個尊貴體面的工作 而不是給周環去做下人 姐 這話怎麼說出來這麼難聽啊 為什麼你的觀念會這麼狹隘 就算是端茶倒水 那也是靠我自己的本事 我不想跟你廢話了 就給你兩個選擇 要麼回來繼續畫畫 要麼就跟我去公司學館裡 你 這兩條路我都不會選 我再說最後一次 我的事你不用管 你這是在荒廢子裡專業 浪費自己的青春 你這是自甘墮落 自甘墮落 我很欣慰選擇了這樣的生活 魏子劍 你是我魏家的弟弟 你不嫌丟人我丟人 我雖然是你的弟弟 可我是魏子劍 我不是你魏家的傀儡 如果你嫌丟人 那從今天開始 我魏子劍和你魏家斷絕關係 我不會再用家裡任何的資源 我有權利選擇我想要的人生 而且 我也可以負得起這個資源 我也可以負得起這個資源 同學們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思念 好了 大家開始畫吧 小鈴鐺 你是不是不知道思念的意思 思念呢 就是 特別想念一個人 明白嗎 你是不是不知道思念的意思 子劍 什麼事啊 這麼著急著叫我們出來 我和我姐吵崩了 那你 這是 離家出走了 我把行李都帶出來了 本來想直接去畫廊找你們 可是就怕你們覺得不太好 所以提前把你們約出來了 我安姐 我想好了 我不能再要我姐的錢 免得再收她的困難 所以你能不能 暫時先收留我一下 等我把畫都賣出去了 掙了錢 我就找地方搬走 子劍 不是我不幫你 可是這件事情 是你們家庭的內部矛盾 我 不太好掺和進來吧 而且你說你 一言不合 就拿著行李離家出走 你姐該有多擔心啊 你呀 還是別任性了 管安姐 那個不自由的家 我不可能再回去了 如果你要是 不想幫我的話 那我只能流落街頭的 周學姐 我覺得魏子劍吧 流落街頭 這事兒不要緊 可是 他畢竟是畫廊的簽約畫家 如果被記者拍到的話 應該會連累我們畫廊的形象 有點得不償失啊 我說 你們這兩個人 是聯合起來一起威脅我是嗎 不可能 不敢不敢 行吧 畫廊還有一間儲物間 是空著的 我回頭叫人收拾收拾 怎麼可以 不是 我回頭叫人的 老大 你還要是 我回頭叫人 我回頭叫人 你怎麼回頭叫人 在這裡 我回頭叫人 你還要把我給你 你這一個人 我回頭叫你 回家吧 来 律师 宝宝哪儿着 老师再见 再见 跟老师说再见 再见 周华安收留他 有人看见子剑拎着行李 去了坏了 怪不得 最近老敢跟我顶嘴 你说要做自我 原来是背后有人撑腰 从小 最近 你不用来达安海上班了 魏总 我做错什么了吗 我不是要辞退你 你最近帮我去画廊盯着子剑 最好想办法劝他回家 有什么消息随时跟我汇报 好的 魏总 小琳达 下课了 来 妈妈接你回家吧 小灵灯 你在画什么呀 为什么要把画纸涂黑呀 对呀 快告诉佑远姐姐 你这是在画什么呀 小灵灯 跟妈妈回家好吗 下课了 明天再来画好不好 走 把东西收起来 不如回家吧 走了 小铃铛再见 和姐姐和哥哥再见 和老师再见 顾老师再见 拜拜 拜拜 小灵灯 小灵灯 为什么把画纸涂黑呀 画画 是她向我们展示心灵的唯一渠道 难道 她要把这扇门也关闭 不行 坚决不能让她把这扇门也给关了 小白 我有一个想法 没准能够让她重新失去兴趣 我想给小铃铛办一个个人画展 如果成功的话 肯定能够重新鼓舞她 另外 也能让更多的人 关注到自闭症的儿童 也有可能 小铃铛的话 能够迈出去一些 缓解一下成员姐的经济压力 你这个想法 太好了 我是分之职 不过 你打算在哪里办呢 一心画廊啊 现在我可是那儿的员工 那你要说服周学姐 没问题 不行 可是 周学姐 你不是说 办这些工艺画展 有助于提高画廊的形象吗 没错 我个人的画 是非常支持工艺展的 而且 也很欣赏小铃铛的画作 但是 我们画廊的画展 已经安排到了年底 实在是插不进去了呀 对不起啊 尤妍 好可惜啊 我都没有办法 让画廊给她办一次画展 没关系 也许还有其他的选择 我都联系好几家画廊了 今天都没有档期了 别着急 我们再想想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呢 这孩子画风很像一个人呢 谁 你啊 他在跟着我学画画 我说的不是形似啊 神似非常像 多大哪上学呢 六岁 没上学 他有自闭症 自闭症 走 带我去见他 夏教授 这些都是小铃铛最近的画 是 这孩子啊 就是一个天才呀 对 他的绘画天赋非比寻常 所以 我们想办一个画展 一来 可以让更多的人 关注到自闭症儿童 二来 可以筹集经费 用于小铃铛以后的治疗 做这个工艺性的画展啊 这个想法非常好 更何况这孩子啊 实在是特别啊 但是 现在头疼的是 我们找不到合适的场地办画展 是吧 你刚才说 需要什么样的场地 其实也不会太大 如果 能借学校的草坪做画展就足够了 臭小子 你们两个人算计好了 就等着我上楼是不是 行 没问题 场地一片呢 就交给我了 你们两个好好地策展 虽然呢 它是工艺性质的 但我也希望能拿出一个 高水平的画展人好不好 其实这个想法 是幽言提出的 他就是我们这次画展的策展人 好啊 我听说你现在 在一心换了工作 看来你们两个啊 毕业以后啊 成长的吴晓鸥 好 谢谢夏教授的夸奖 谢谢 加油 不过啊 我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我要你和魏子健 作为本校的毕业生 也来参加这次画展 您要我和魏子健一起参展 对 我希望看到你们俩 再次同待 我当然没问题 但是魏子健 包在我身上 他现在就住在我们画廊呢 太好了 这不学姐让他住的 好 来 来 来 抱歉啊 那个 不好意思 你没有关上门 所以 休息得怎么样 休息得挺好的 我很久都没有睡得这么安闷了 休息得好就好 黄安姐是要去跑步吗 是的 每天上班前我都会去跑下步 今天是想叫你一起的 我虽然没有晨跑的习惯 但是我可以试试 你每天画画一做就是几个小时 是得好好运动一下了 一动一进才能保持平衡嘛 不光是对身体啊 对头脑 对心态 都是很好的条件 哦 那我去准备一下 嗯 呃 子剑 周学姐 悠言 你是来找我的 哦 哦 我之前跟周学姐有讲过一个 自闭症儿童的画展 我想个人筹办 所以想来邀请你帮忙 个人筹办 嗯 可是 你的场地呢 夏教授已经同意把咱们大学的草坪 作为场地借给我们了 嗯 但是呢 他有一个条件 就是希望 魏子剑和顾叶白 能够各画一幅画餐展 所以 今天我就来邀请你 自闭症儿童的画展 对 你看 他叫小铃铛 这是他画的画 他画的真棒啊 我之前就听说过 在自闭症儿童里 可能会出现一个天才 我想他一定是 嗯 所以 你可以来参加吗 他画的这么好 孤叶白又在 我为什么不去呢 谢谢你啊 子剑 尤妍 没想到你这一次 这么有决心 之前没能提供场地 我很抱歉 但是 我还没想到你这一次 媒体资源 我可以都提供给你 那太好了 谢谢您周学姐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那 你们聊 我先走了 好 来吧 那你先换衣服吧 我等你 好 那我先去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师姐 谢谢你 让你住画廊的实情 就不要翻来覆去的谢谢了 再谢 我都要烦了 可是这本来就是应该谢的呀 但是最关键的是 要谢谢你让我体会到了 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和自由 小虫 华安姐 小虫 这么早啊 我来找子剑 因为没问题跟我说 你们在附近的公园 不想跑步 所以我就过来了 行啊你 子剑 一大早这么多人找你 好了 那你们聊吧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那 我们去那边走吧 子剑 你 你 你最近跟华安姐相处得挺好啊 挺好的 不过 是我姐让你来的吧 听说 你都已经成为了她的助理了 不是 我就是毕业之后 很久没看见你了 想来看看你 你 最近还好吗 我最近还挺好的 自从从家里搬出来以后 我每天都可以专心地画画 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也没有人强迫我做任何的事情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所以 请你回去转告我姐 我不想回家 让她不用挂念 子剑 我知道你现在 介意我现在的身份 可 我们不是敌人对吗 我们还是朋友 还是朋友 我也知道 你姐姐对你的方式方法 是有些问题 可亲人 毕竟是世上最爱你的人 她这么做 也是因为爱你 有什么事情 不能好好地商量呢 干吗要这么决绝地 离家出走呢 小丑 你果然还受过几的说课了 我不是 我只是以朋友的身份 好了 不用再说了 请你回去以后转告我姐 我知道她很爱我 也很担心我 但是她必须得接受 我有自己的生活 她的爱 让我一度以为 爱就是很沉重 很痛苦的 可是华安姐不一样 华安姐对我的关心 让我知道 怎么样才是真正对一个人恨 对一个人好 是让她做她自己 不是去做别人 我希望你能够懂懂 我先走了 她真的这么说啊 嗯 嗯 华安姐现在每天陪她画画 跑步 子健现在只信任华安姐 眼里 眼里 也只有她 小崇 想必你也听说 下半年集团有一个去美国学习的名额 竞争非常激烈 按理说 轮不上你这样的信任 不过我打算推荐你去 真的吗 魏总 您真的决定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去吗 当然 我是有条件的 我希望在此之前 你能够帮我把子健劝魂到我的身边 你可以吗 你能够帮我 魏总 我 尽力要喂 从小 你喜欢我弟弟对吧 上一次汇报会上 我看到你挺上了除非他说话 我就发现了 我弟弟这么优秀 喜欢他的女孩多了 这次有这样接近他的机会 你珍惜吧 你珍惜吧 不要乱吐 就是一点小伤而已 不用那么紧张 这怎么能是小伤呢 这是一双大画家的手 你以后一定得小心 大画家的手现在废了 大画家的手现在废了 你的手可以剑我吗 可以啊 用 干嘛 还有一些画展的画 没完成上色 现在手用不上剑 我需要你的帮助 可以啊 那我就每天下班之后过来帮你画 是要画这幅画吗 这幅画叫什么名字啊 星星的孩子 星星的孩子 那我要怎么上色啊 底色是黑色的夜空 这幅画家的 你自己来 你自己来 星星的孩子 小铃铛 为什么还在涂黑画质啊 我也不明白 他最近都只做这一件事 小铃铛涂黑的画质 你还留着吗 就在里面的盒子里 怎么了 你要做什么 我突然想到 小铃铛涂黑的这些画质 是不是在画一幅画 就像我们的拼图一样 所以 有些画是全黑 有些画是空白 你还记得他第一次涂黑画质 是什么时候吗 小铃铛 你是不是不知道思念的意思 思念呢就是 特别想念一个人 那个时候 我以为他是不明白 难道 他是在画一个人 也许涂黑的部分 应该就是轮廓 你拼一下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他爸爸走的时候 就穿着这件黑缝衣 我以为他不会记得的 那会儿他在房间里面 而且他才三岁 这么多年过去 即使忘记了 有些印象 仍是无法磨灭 那种感觉 就像是心灵上有了一个缺口 这辈子都无法逃脱 还有可能 让孩子的爸爸 回来见见他了 我想小铃铛画这样的话 一定会恒笑 不好意思 他爸爸和我离婚以后 就出国了 我想 大概小铃铛的死活 他也不会太关心了吧 平面设计 无显异 坚入加提成 这个不错 这个 这个底线糕 喂 宁子叶 你说得我给你发的 招聘信息了吗 五千啊 孙伦同学 你这一早上给我发了 二十多条招聘信息 我是周末大好的懒教 全让你给毁了呀 你又没有工作 这么说什么懒教啊 快起来 谁说我没工作的呀 我昨晚熬夜熬松宵呢 你找到工作了 做什么的 那也自主创业 你最近 是不是瞒着我 在忙什么 没忙什么 就是正常工作 那为什么这次复查 你各项指标都不太稳定啊 就有那么一点点的小波动 不算严重的 等严重了还来得及吗 知道了 知道了 我一定会好好注意的 放心 我刚才跟你打电话的时候 听到你边上好像有人 是 谷叶白 没有人 听错了 有眼 你这个病情需要的是静养 不能折腾 说实话 我不是对顾叶白有什么惩戒 只是 但凡搞医术的吧 多少都有一点浪死的心 跟他们在一起生活 起伏太大 而你需要的 恰恰是绝对的安稳平静的环境 你们在一起 真的不合适 老陆 老陆 这话说了有一万遍了 十万遍我还得说 不是爸爸不敬人情 爸爸是怕 你妈妈已经不在了 我就只有你了 复长这么多次都很正常的 今天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 你说你要是万一真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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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好好注意身体的 我发誓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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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